大家好,我是巴仁,今次開箱速遞 就和大家帶來這裏三部TLV今個月最新推出的這三款車 雖然這三部沒有記錯,好像都是舊帽 下面那兩部應該是更新的款式 好像是轉了一點點東西,我不太記得,我還是要再看 現在轉過來給大家看看 這部其實是沒有記錯,不知道哪一間公司 好像是Bridge Stone,石橋牌的車 我這就是Yokahama,即是橫芬輪胎的店 有點打對台的感覺 但沒辦法,因為我沒理由再買多一盒來開 我原先是為了和Blue Bird 510的車輛 所以我才會買這房子 現在它有出石橋牌,石橋牌那間是黃色的 原先我真的很想買,但是想想想 我買回來後我沒有位置放 又買了舊帽子,一舊帽子 那我買回來,所以算是賺錢 所以算是賺錢 所以算是賺錢,你再轉出來便可以了 不過當然我覺得,他們石橋牌那間 其實真的沒有去到美得 好像現在Yokahama這間 我會想有一個衝動去買 對了,它沒有,它不夠美 第一,一來我有Yokahama,二來它又不是 顏色又沒有去到很Sharp 就算是這樣的,這間明明是白色的 白色當然是藍、紅、紅、白、藍 對,紅、白、藍,三個顏色而已 但問題是它就夠鮮明 簡單的,好像Bristone那間 那間其實也不是不漂亮的問題 但出來的感覺好像有點花滑滑滑滑的 那些輪胎我就廢話時開了 其實都差不多 它這隻輪胎有點奇妙的 好像大條少少這樣 我免得開了,一條車輪一塊一樣 我在這裡隨便拿兩條就算了 一塊一樣而已 但問題是,它送的那條比較大 如果你對車輪有研究 你可以開來看看,我免得開了 我覺得一樣的 那車輪這樣放回到這裡 應該一樣的 看看吧,還有一塊藍色的 因為這兩輛Galham GTO 其實真的要... 我覺得是這兩隻顏色才好看 三領,不是,三領,三領 這兩輛其實不關三項三領事的 這輛車是要這兩隻顏色才好看 我記得之前出的那輛是綠色的 還是黑色的 不過那輪有這麼多年應該都起乘了 你現在在街路面上也是 所以說真的,我真的聽過有那些 玩TLV的一些 我叫行家好像不太好 一些同好呢 其實他就說研究過 其實一是這塊黑膠 就弄得到那輛車起乘的 所以通常都是躺著那邊才會起乘的 不是同好膠,即是同好膠有reaction就會起乘 你同好膠中間的東西隔著就沒有 好像是這樣 那我現在已經除了吸濕包之外 那些車,如果我記得的 可能我已經是逐雙逐雙TLV去做這個 因為我真的太懶惰了 現在又買了三架回來 遲些又不知道買了多少架回來 即是新的那些不算 新的那些也算到 舊的那些 不過舊的那些其實都買了七七八八 很難 我已經很久很久好像沒有買過舊的TLV 對上那次我買的 也不是很久 我好像買了幾天 我在洪興買了一架 伊蘇蘇蘇的Ginima 舊那款 不是荒頭那款 荒頭那款我已經齊了 是不是 我齊了好像是 是嗎 紅 白 然後一架綠 一架藍 應該齊了 出一個四款 不是我沒有齊了 他後來再翻出那兩部 我只買了一部黃色 我沒有買到湖水藍那一部 對 那隻Tuton Tuton也很棒 但我只買了一部黃色 黃色的好像很划算 那時候買回來 便宜到我也不相信 應該是我買過最便宜的TLV 幾十元 神經病的那一人應該是 他貪得意買回來玩 然後又不知道為什麼 放在這裡又沒有玩又沒有聲 然後我說 問你買不買 他說我買了幾十元 我記得幾十元 好像五十元 我沒有記得 我害怕 其實我大概記得這個實數 但我怕說出來嚇到人 麻煩到人 他真的應該不是玩開TLV的人 他真的好像是三十元 沒有記錯三十元 三十元 我想這個價錢 各位觀眾聽到 嚇到嘴巴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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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元的TLV 那時候大概出了幾個月左右 但他不是玩開TLV 他本身是要砌的模型 他也是看見 買回來驗了 就要三十元 有個傻佬要 那我這個傻佬要三十元 買回來 嘩!很濕 嘩!燒到眼睛 這兩部車其實真的挺漂亮的 特別有一個年代的感覺 像鐵連攤一樣 其實已說不出 這只是鐵連攤的設計 也不可以說他差 但是他也跟其他車廠商 是差一點 始終他也沒有做到一些疏 即是他始終不是通窗 一些位置是通窗 他沒有通窗 而且它也沒有去到填上了 所以那個車出來也有差 但是這些車出現沒有這樣的問題 既然舊廠都是一大多東西 中間是很少通膠,或是通膠是很幼的 基本上通膠都不覺得 藍色這部,你見到裡面沒有什麼 其實藍色這部也差一點 橙色這部真的太鎮定 尤其是那個籠的椅子,中間還要紅色 肉色還是怎樣,好像跟舌頭差不多 有點肉色,深的肉色 這部也真的不錯 你看這些,你是不是覺得有點像美國車的尾 歐洲的Copy的尾 我覺得這個年代70年車 應該是前期型,之前出的可能是後期 我不要記得那部 這兩部應該都是跟這個 沙華仔施約架一樣的方法 我去參考一下歐美車廠的車 日本在汽車比較相對上草創時 是否要草創呢?初期 過了草創,草創是二三十年代 它是戰後開始,還是繼續抄 戰前抄,打仗也是抄,打完仗也是抄 沒錯,總之頭幾年,現在到七零年 我當它去到大概七五年 八零年開始停了吧 是不是? 基本上數回到幾年 二十幾年,日產時就要達成 達成二幾年,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怎麼可能抄兩十七十年 沒有七十年代,可能頭幾年 我頭幾年,我頭十年 我不敢回答,三十年代 開始抄了,都六十年 抄兩十年才有自己風格 每每每每都六十年 可能五十多年 現在到韓國車興起 我看到這條街多了很多韓國車的 確實是 那些喜亞現代 喜亞更加不好說 說起來都會傷心 御用狗車 在街上看到喜亞四門港車 在街上看到喜亞四門港車 在街上是否狗車 我真的替那些私家車 買了這款私家車的車 很慘 我買的原因很簡單 我想大家看得懂 因為它是黃色 如果它這天是第二隻牙生 我就不會買的 不過這不是很差的 當然它有這些字 又不是很大隻 我可以遮住它 遮住BS兩隻字 後面的字都可以 我沒有太多心思 可以嘗試放其他東西 除了車輪之外 就是放些貨物 這些是紅興出的紙皮箱 雖然只是一塊 但也可以的 這家貨車真的挺有趣 但我看它外面賣都不便宜 這兩輛貨車好像更貴一點 可能配件多 但應該差不多 計算預算 另外這兩輛車用鐵多過它 是否很貴 這家是155 我好像是155到165 我都看過 看看看看看哪一區的店 可能是商場的 我這家 我網明去換句一國買 換句一國年貨好像155 我看過香港區其他好像165 我還未看紅興 紅興我不知道 大概都是這個價錢 我覺得是有點偏貴 所以這些車我老是先訂購 因為到氣論上都會收便宜 而且我先給了訂購 感覺沒那麼難吃 我給了訂購 叫做一夠樣 好像RQ 我賣單的時候 給少一點 很大問題 那塊錢你一早就給了 其實是一夠樣 這台車大致上都差不多 其實都是跟之前的這款一樣 這台市北坦 我不要記得之前也沒有 但是這台是挺過癮的 我覺得車頭 這個款式看起來好像好看了 因為它2-tone好像好看了 如果它單式我覺得差一點 一2-tone 車馬上升華了另一層次 隔壁那兩部就是 其實不算2-tone 隔壁那兩部就是 隔壁那兩部看起來只是拉花 你看到拉的尾其實也不錯 就是這樣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這些設計 就像歐洲的款式多一點 美國人就好像 通常都少這樣拉花 兩條直線的拉到尾 對 你看到那些Mustang 通常都是這樣的 拉兩條直線的拉到尾 好玩的 那些我也是很喜歡的 但是 換轉到現代 你試一下放到 時代價 即是比較modern 一些的車 只差一部 就會變成狗肉車 說真的 說起狗肉車 一隻狗肉車 有很多人看見 最新推出的 最新推出的 新推出的 新推出的 我看到最新推出的 Honda EF 沒錯 超人的EF 我看到 立刻想起 一部 不知道算不算 狗肉車 不過也算是 就是狗肉骨骨骨主 GK陳 可能有些人 沒有聽過 你上去找 你去Facebook 打狗肉車 三個字 一隻狗狗 煲狗肉的肉 車是私家車的車 你試一下去找 那裡有一個創白人 叫GK陳 當時他嘲笑過一架 又是Honda 也是藍色做black環 那部不是超人 是蜘蛛盒 那部JS 如果知道什麼叫狗肉車 應該都聽過那部 那些東西就不說了 那些東西 你自己去找 因為真的有很多發生 讓大家看看這部車 那部車 這部車跟我說的JS 只是主題不同了 大致上是沒有分別的 只不過把蜘蛛盒換成超人 然後把Marvel的角色 換成DC的角色 雖然這些我都不太熟 我都不看開這些超級英雄影片 不過大致上聽過 你真是原本傳來的風格 如果你是超人的粉絲 我不是想侮辱你 但我覺得這部車真的一般 我真的希望你 你正正經出一架街車給我玩 可以嗎 我知道你一開始出了很多款 白色第一部是街車 Hong Kong Edition 那一部是湖水綠 然後還有一部是紅色 一部是黑色 那兩部都是限定版 然後還有一部是黃色 然後沒有有了 然後 那些都是JDM系列 什麼Tampa Race那些款 我不是要那些 我不是要的 很pure很true的街車版 不是很pure很true的 怎麼都要改的 你換成了賽車椅 我只是賣成了 如果我用好pure很true 我就回去玩TLV TLV我都買了 這麼帥 有沒有買的 買了買了 我是買了 你老闆黑 真是乱七 你老闆黑 連最帥的那部group A 我都買了 你老闆黑 就是頒獎給我 雖然我很多人都還買了 但那裡真的不順便 這部真的 我真的看到那一刻 我真的打過了 真是再給觀眾看多眼 狗不狗用這些 真的讓觀眾自己判斷 真的 我覺得真的有少少 over 真的有少少 over 不過真的沒有辦法 不過它是挺正的 我CWIC的車尾的字 其實我挺喜歡這隻色 但我可不可以不要超人拉法 有沒有人可以幫忙脫掉 超人拉法 我真的不要超人拉法 為什麼我要一輛車 真的 真的 因為我本身也不喜歡 明燈版 真的有些什麼 有些NA2 其實我也是一般 就算它出黃色 也吸引不到我 因為NA2我本身也不喜歡 我覺得明燈版 真是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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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NA1 真是跳燈的 好看一點 下明燈真的完全不醜 我買了兩架 買了一架是Spoon 還有一架是白色的 夠了 夠了 我不會再買了 不要弄我 黃色版 我也不可以 不要弄我 但是它純白 這部我已經訂了 起碼這部也像 所以我接下來 我拍不到有沒有近鏡 那條ADVAN 我會連ADVAN 那兩字都調轉 我會把胎調轉來裝 不要煩 好 那今集先說 三輛車給我大合照 大家看看 好 來 1 2 3 拜拜